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时间都已用光 恒大面临的总债务超过3000亿美元 有数百个尚未完工的住宅楼项目 股票更是天台式跳水 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者到恒大 位于深圳的总部及分公司抗议 要求赎回理财产品 并高叫许家印还我血汗钱 郭先生解释了恒大必定爆雷的原因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什么叫房地产 金融没有金融腐败 它搞不成大房地产 没有篡改这个容积率 不可能做大 所有恒大买的地 它不管多少钱都敢买 因为我比如一百亿买这块地 比方这个地值十亿 我一百亿买了 我高出了十倍 但是我改容积率 我改成一百倍 什么概念 这个十倍高的地价 在我一百倍的容积率 加大的时候 你就已经没有了 我这只是个比喻 它已经不存在了成本的问题了 把这房子卖给谁 不重要 卖给银行 卖给自己的金融机构 进行了高评估 再抵押 再抵押 甚至重复抵押 带走了钱 然后老百姓买房子 你买不买都不重要 恒大背后的老板 恒大的资金来源 恒大的资金去向 恒大的运作手段 比安邦 比万达 那只过一百倍 不会低 它不是生意 那叫政治 而在2021年5月12日的直播中 郭文贵先生更是指出 中共将房地产债务危机 变成针对西方的经济的武器 融创的雷比恒大还要大 恒大涉及到中共的整个9万亿的外债 美国人的投资这一块 这个数额这是准确的 所谓它说是3000个亿 这是扯碳的 绝对不止那么简单 广恒大集团在欧洲 在荷兰 在挪威这样的小国家 比利时 就这些国家 所有的所谓相互担保 说借的钱 那是巨大 这个世界上 看到恒大地产的时候 你在看融创 融创和恒大互相自己买 融创的票据跟恒大交易 恒大卖汽车和融创买 互相吵 恒大玩的这段时间 是共产党揉连西方 绑架西方 经济朝鲜站 货币朝鲜站的一个缩影 融创是重点 融创比它厉害的多 融创到同年6月底时 因未能如期披露2021年年报 其港股股票 已被迫停牌三个月 不久后 惠玉等信用评级机构 下调了融创的信用评级 截止到目前 中共国内近百个城市 出现楼盘烂尾现象 数量多达235个 其中恒大名下的 烂尾楼数量最多 排名第一 此外 中共国内银行高层估计 烂尾楼房贷的金额 高达2至3兆人民币 涉及受害业主达2000万户 恒大和融创等 房地产公司联合共产党 各大家族金融腐败 套陷到自己腰包 让墙内老百姓 背上30年的贷款 成为房奴 卖掉年轻人的未来 和父母的积蓄 而中共当局 长期制造的 巨大房地产经济泡沫 也必将会导致一场 摧毁中共国经济 以及影响全球贸易的 广泛金融危机 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负债 能超过50 你还在金融 那一定是骗你 中国的房地产 绝对比棺材 对你还残酷